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无论台湾问题最终如何解决 无非两个方式 和平统一和武力收复 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饱受外敌入侵之苦 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痛苦的记忆 近些年 美国频繁插手台湾问题 一再挑衅中国的底线 中方也多次严重回应美国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 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有明确承诺 美国政府更是多次公开表示不支持台独 然而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 大搞所谓以台制华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比如频繁对台军售 以此企图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美国高度关注台湾政坛风吹草动 而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 却又甘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 如果大家关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就知道民进党的参选人赖清德支持率一直处于领先状态 毫无疑问 赖清德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 屡屡发布台独言论 他为了当选采取了抗中保台的策略 走反重 仇中老路 不久前 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葛莱仪 白杰西与柯庆生三人联名发表题为 台湾与威慑的真正来源文章 呼吁赖清德当选后 应该考虑冻结台独党纲 目的是让美国相信 民进党维持现状的承诺 更具分量和可信度 这三人全是中国同 葛莱仪和白杰西都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 柯庆生目前是美国国务院 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的顾问 要知道现在台湾岛内的选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美国此时放出这的风声 显然预测到一旦赖清德当选后台海局势 可能极度恶化 所以三人在文章中指出 以多次强调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绝对无法制止北京要统一的决心 只能尽量期望北 经用不强迫的方式完成统一 若再持续以保台之名挑动两岸对立 会适得其反 更让北京强化武统决心 事实上 台湾岛内最新民调也反映出美国的担忧 12月9日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了第86份民调数据 民进党赖清德以37.8%的支持率排名第一 国民党侯友宜以32.6%排名第二 民众党的柯文哲以17.3%的支持率排第三 美丽岛电子报在进行民调时 还有一份关于政党支持率的调查 就是未来四年 岛内是否换一个政党 结果依旧是民进党领先 35.3%受访民众支持让民进党继续上台 29.1%受访民众认为应该换成国民党上台 13.3%的受访民众认为应该让民众党上台 大家看明白没有 台湾这些受访民众绝大多数人不希望两岸统一 他们依然支持民进党的台独主张 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本文开始的那个问题 当下海峡两岸难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走向统一 美国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提前打预防针 要求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 美国政府反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及不支持台独 可支持台独的手段一个接一个 以拜登政府为例 目前已经11次对台军手 而且不断派出高官窜台 但是美方很清楚绝对不能公开台独 而赖清德却屡屡挑衅大陆底线 这与美方希望维持台海现状是相违背的 因为美国一直围绕台海问题做文章 持续推动美台之间频繁互动 这些都是为了使台海问题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是美国的战略意图所在 在美国看来 把台湾当作棋子而不亲自下场意义更为重大 所谓的维持台海现状 就是让台海维持不同 不独 不无状态 因为这最符合美国利益 也能以极少的的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 笔者认为 中方推进国家统一的决心无比坚定 对于美方的种种举措 一直保持着战略定力 仍然希望尽最大努力追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但针对台独势力 我们也有能力和决心捍卫自己的主权 奉劝美方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任何误判 至于赖清德等顽固台独分子的处理 早在2022年8月发布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中 就有明确规定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破坏核 平统一前景挤压和平统一空间 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 因此 一旦赖清德上台后 只要突破了大陆的底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果断亮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